我上头了 当时上头 而且就是反正我觉得 大家相处就是慢慢来的 我不可能就是要求太多东西 所以 前台词就是以后骂死你 是吗 我是很记仇的 以后骂死你 全部都会记住 我今天用非常得体的语言表达出来 以后就不一定了 那你那个点是属于那种 比较密的那种 就是说很多很多的点 都会用你不开心的地方 就一般就是有些红线 就是我本来就不是很有那种 没全感 就是我很容易懂想嬉笑 然后前两两天吧 就是 就你们来的时候 其实那个 阿祖是每天都会给我留言的 我知道 对 但是 他我的感觉其实就是很直 就是比如说他选东西 他可能真的就觉得 这项目好玩什么的 然后就他之前表现出来有一点像是 比如说今天特别热情 我求求你了 一起去玩吧 好吧 好吧 然后明天就 他的热情可能就去了别的地方 就是那种感觉 我是会挺不舒服的 他不喜欢那种没有安全感的感觉 虽然我是没觉得这个事情很大 但是 可能多少有点影响 反正以后就是有什么事 你就 别都跟我说 嗯 就是我更喜欢就是说 嗯 你会留一些话给我 或者就是你点我一下 就起码就是 对 这就我就懂了 嗯 反正就是 什么事聊开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他说不要把所有的话都告诉他 什么意思 别都跟我说 对 我觉得好怪啊 这句话 就是 不要什么都一股脑的告诉我 他说点我一下 然后 怎么说呢 我这种性格不好一点 就是很容易给别人这样误会 就是 我会以我的 我的想法 我的方式控制每个人的距离 但可能在他们眼中 不一定会觉得是合适的距离 我觉得我那么要说端评 但是 给别人的眼中可能就是我会多关心他 或者因为他们都是他个人视角 而我是红观者 就是会 我以为我 给他们指导 其实他们 眼里面可能就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以前是什么样的 就是我以前很讨厌被 被喜欢 如果我还没有喜欢你 但你先喜欢上我 那你就是黑鸣蛋 我的妈 我已经是这样子的 就是 我很排斥 被一个人 觊觎的感觉 被一个人什么 觊觎 喜欢的感觉 已经改了 所以 我现在觉得 有些时候就是会更想 把那个 具体把控好 然后就尽量 也是不要伤害别人 对对对 所以他把下午做的事情 圆回去 我觉得他的情绪都好突然 对 但是这样带来 就会容易带来一些误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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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男的 他现在是要跟他 保持一个距离吗 他保留了他的态度 他在解释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但是又要这个女生 去喜欢他的 他要把这些事情合理化 因为他是一个宏观者 你看好会熟啊 这男的 这种男生 小女生 根本听不懂 他好会啊 我觉得他在暗示 他未来会在 持续 就还是会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你要干嘛干嘛 是你要明白我在讲什么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做些些都是合理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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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